好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单一字段排序 刚才所说的 默认是什么 升取排 然后可以指定ASC的方式 表示什么 可以指定ASC的方式 再往下 ASC指定升取排 可以指定DSC是降取排 也可以指定多个字段排序 对吧 中间什么可猜 逗号可猜 知道这个事就行 使用字段的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排 刚才说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往下看就是数据处理函数了 数据处理函数 这个数据处理函数 又被称作什么 单行处理函数 这个单行处理函数 现在大家理解不了 因为还没有讲多行 我们讲了多行处理函数之后 和这个单行处理函数 对比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继分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 先知道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叫数据处理函数 那么现在大家想一想 这种数据处理函数 在我们 Circle语句这方面是通用的 还是不是通用的 这种数据处理函数 说一下啊 具有数据处的特色 比如这些函数呢 在别的数据处里面 可能不存在 知道了一个事 来看一看 转小写 怎么转小写 select ename 让你先给大家看 是不是都是大写 对吧 都是大写啊 我想把最终的显示结果 显示成小写 我只是将显示结果 显示成小写 我不会改底层数据处中的数据 怎么做 select lower 是不是就变成小写了 但是我说一下 底层数据处改成小写了吗 没有 只是将查询结果显示成什么 小写 好 我问大家 你在这个查询结果上 显示这个字段名称 是不是不好看啊 我们绝没学过重命名 重命名在这加一个add就行 add ename 是吧 这样的话就重命名了 重命名 来转大写你会吗 转大写就改成什么就行了 up 当然 现在是不是没有效果 因为底层数据库中存数据的时候 存付的员工的名字 本身就是什么 大写 是吧 本身就是大写 这是转大写 up lower 转小写 upper 转大写 stop 词证是干啥的 stop 词证一看 这就截取字幕块的 select stop 词证 我试试 stop 词证 然后呢 ename 我截ename e 豆号 e 然后from enp 什么e ename e 豆号 e from enp 第一个是史密斯 对吗 史密斯第一个字 对吧 我们大家如果改成二人 如果改成三呢 如果这个改成二人呢 得出结论了呢 你这个函数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你被截取的哪个字符串 第二个参数是起始位 第三个参数是长度 你可天外的记住啊 这个不是开始下标和结束下标 这是开始下标 这个是长度 开始下标从几开始啊 一 截取几个三个 这是开始从二开始 从开始从第二个位置开始 截取三个 好 后边我也给大家解释了啊 是这样的 被截取的字符串 起始下标和什么 截取的长度 是吧 好 我们大家呢 使用下stop 来找一下啊 找一下员工名字 第二个字母是A的 怎么找 第二个字母是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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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点的吗 从来from enp 我也提醒一下 e name like 第二个字母是A的 下滑键 a 改个号 是不是这种方式是模糊查询 可以查询第二个字母是A的啊 但是我现在换一种方式 不使用那个方式 能不能 使用刚才讲过的 stop字母是A的 找出第二个字母是A的 怎么办 select嘛 ename from enp 外贴人什么 ename 得stop什么 字母 截取ename 然后等于什么 然后等于什么就行了 截取 意念不从哪个位置开始 二 仅几个 一 什么A 能看懂吗 从第二位置开始截取啊 截取几个长度 一个长度 截完之后只要他等于A的 那是不是说明他员工名字 定了这么 第二个字母是A的 第二个字母是A的 同等方式都可以做 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lens是干什么的 你看这个取长度的 select lens啊 然后写上ename from EMP 史密斯几个长度 五个 是吧 或许字母是长度 不懂 再看trim呢 是干啥的 去控制 去控制 去除前后空白的 前后空白 let's select 比如说 ename from EMP why是前言什么呢 ename等于什么 等于史密斯 你比如说写上史密斯 为什么查询不出 这个结果 风格也是自负 这个员工 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说这边 万一这个 是用户提供的 这个是客户 在表单上 你知道什么是表单吧 你在注册的时候 你在登录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些 文本框需要填啊 填的那个东西 就是表单啊 填的时候 他不一不小心 加上了前后空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接收到数据的时候 trim 能不能去除前后空白 行吧 可以啊 去除前后空白 ename等于这个 trim函数 那么再往下 str2data dataformat 和format 这个函数呢 这三个函数 我们准备放到下午去讲 我们看下边这个 run 去干什么的 select run函数 来 123.456 from 直接回车吧 好 大家看一看 还可以这样 slack run 123.456 他对于 他默认是保留到什么 整数位 对吧 但是我保留一位小数 是不是这样写啊 能看懂吗 保留两位小数呢 2呗 保留三位小数 那就是三呗 是吧 如果不保留小数 就是零呗 如果是零的话 这就可以不写啊 能看懂吗 好 老师 我要保存到 这个 我如果想保存到 保存到 各位呢 写个负一行吗 写个负二呢 100 如果是153呢 200 一般没有人写负数 一般的写法 就是后边啥都不写 一般都是保留到什么 整数位 用的比较多一些 run的会用了吗 四舍五入 需要几个参数 两个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背四舍五入的数字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四舍五入到哪一位 如果是零 就代表整数位 如果是一 就代表保留一个小数 二就代表保留两个小数 写负数的 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在真正开发中 没人写负数 没人写负数 但是写负数行不行 能不能执行 可以 来再看这里 有没有个run是干什么的 这个是run的四舍五入 这个是run的 随机数 声称随机数的 slack run的 这是随机数 声称零到一百的随机数 怎么称称 能不能乘以一百 然后再加run的 好吗 对吧 不刚讲过run的吗 四舍五入吗 乘以一百吗 是吧 行 这是这个 声称随机数 run的是四舍五入 run的是声称随机数 再往下看 有个什么 eve now eve now是什么 是空直处理函数 空直处理函数 我们来看一看 select ename com from emp 好 人家需求定了 需求是这样说的 说 说找出员工的名字和补助 补助是空的 显示成 零 补助是空的 显示成零 补助是空的 显示成零 eve now 补助是空的 显示成零 有点类似于加网原本的 一句语句 if now 凡数括号里写上 vom 0 当然 可不可以在这重命名 可以吧 重命名吗 if now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有空直参加的数据运算 结果是什么 好 大家看一看 这个员工的补助是多少 空 对吧 我刚才讲没讲过 空代表 什么都没有 它是个值吗 不是值 对吧 但是我问你 一旦有空直参加数据运算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有空直 这个空直 它不是零 提订过 有空直参加运算的话 数据库里边 咱不说别的语言 数据库都是这样处理的 所有的数据库中 都是这样处理的 空直参加的数据运算 最后结果 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还是空 我们试试啊 我们能不能让工资 和一个COM的求和 史密斯的工资是800对吗 但补助是什么 空 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空 对吧 所以大家想一想 有空直参加的 运算 数据运算 应不应该将 空直 转换成具体的值 也就是说 你需要记这么几个结论啊 第一 只要是在数据库里边 有空直参与运算的 结果就一定是一个空 为了避免空出现 咱们得用哪个函数 一副闹 用一下一副闹 怎么写 人家说了啊 补助是空 月补助为100 有没有可能 补助为空的 每个月发补助的发100 写上100就行了 能看懂吗 这样的话 史密斯是900 是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这补助为空的当零 是不是写个零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防止空直出现 防止空出现 来 好 大家现在算一下年薪怎么算 工资乘以12不对 工资加补助乘以12对吧 加上补助之后乘以12 年薪不对啊 是吧 因为空 因为补助是不是有空直 是不是有空 所以这里是不是需要加一个什么 if now 处理一下吧 如果为空 月补助为零 然后呢 乘以12之后 add图命名 年薪 year fevere if now 好了 这样的话 咱们 数据处理函数里边 还有几个没讲 三个 日期处理 和数字的处理 下午咱们得再讲这个 下午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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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咱们